支持她的支持 理論都對我來說 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因為我嚇壞的東西破滅了 再來就是我的小孩子 我覺得我最對不起他們 就是這件事情 因為我沒有給他一個完整的家庭 那是我從小到大渴望的 最害怕遇到的事情 竟然我把這件事情放在我小孩子身上 我會很矛盾 因為希望說 一個平凡的媽媽在她身邊 可能就是每天陪她上下課念書 其實我覺得這是小孩子想要的 可是我卻不是這麼做 然後有時候想一想就覺得說 自己好自私喔 你知道就是 選擇自己想要的夢想 然後喜歡的工作 然後跑得這麼遠 然後把他們丟下這樣子 你就會 很自責 我怕分開的時候 他們會怎樣去說 叫你不要走這樣 姐姐比較 姐姐比較會說 就是比較ㄍㄧㄥ一點 她可能頂多跟你抱抱 然後 就是 還會跟你說一聲說 媽媽你可能什麼時候都要回來 但是姐弟就是 姐弟其實很小孩子氣 可是他就是為了 小孩子 男生把就會撐住這樣 他就會 不回頭 就是說 趕快 假裝有別的事情 然後趕快跑走 我就說弟弟媽媽要走 弟弟弟 然後他趕快跑走這樣 就裝美食 可是 一看到他這樣的心圍 就很難過 然後我第一張專輯 有寫尾班車 我自己寫歌詞 我最怕的地方就是 車站 因為你媽那時候 對 每次又跟她分開都是在車站 所以車站啊 機場 就是 他們 他給我最大的感觸就是 永遠都是要分離的地方 大家好 我是安心雅 一手掌握 一週刊不只是週刊 台灣一週刊 免費下載全新APP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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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